接下来是8号 8号 你好 我想问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以前 我在十年前吧 好像也是有一个 不知道开天还是怎么着 反正我在街上走 他就在他旁边抓我 他就说你小伙子你过来一下 我五个人三个人进牌走到后叫过来 他说你这个地方有个红质 穿冬天穿很厚的衣服啊 他说我身上有个红质 然后我说我不可能 他说你打开看 然后我就拖拖拖拖拖 真的有个红质知道吧 他说我告诉你这有红质 他知道你身上有五块钱 他说你这有红质你知道为什么有红质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你的姐姐 他说我上面没有姐姐啊 然后我就问我妈妈说没有姐姐 然后他预见到我十年之后 会到法国 西方定居 大家听到了吗 听到了 没有 你拿换盒 然后他预见到我十年之后 我就说你和我去西方 你不会在这边的 然后他说你身上肯定是个姐姐 你的你的命是先开花后结果 然后我问我爸妈妈妈妈妈都不相信 他都说肯定没有的肯定没有的 是后来我从法国回去 回到中国问我奶奶奶 告诉我说你上面确实有姐姐 说是说是流产 流产死掉了 我就知道那既然这个红质他变了 我不知道我身上这个地方 就是 你刚刚告诉我 这个人跟你讲完话之后 还有吗 是突然之间跑掉了 没有 然后很巧的是我往前走了不到二十五 又有另外一个人又看中我了 又说我身上有 没有 我曾经好像听人家讲过的 有个印度人也是一样的 印度人跟他说 哎呀你这个那有两个老公啊 怎么样一个有钱一个没钱 也是这种类型 真的假的就是说 真的 哈塞雷呦 他真的能看见的 那当然了 这种人是灵体附身呀 鬼呀 他附在这个人身上跟你讲话 你听得懂吗 神经病们都说你鬼在他身上跟他讲话 否则他怎么会自言自语的 你以为打手机呀 听得懂了吗 鬼呀 很怕人的 他告诉你就是提醒你呀 嗯 一个红知识你一个姐姐 你现在要把他操渡掉 就在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了 我不管你哪个地方都要操渡掉 明白了吗 请您看一看就是 要几张 嗯 二十四张 二十四张小房子 对 明白了吗 还有 他预测你到法国来什么都准的 这个东西 因为你的命中 说明你这个人没有改变你的命运 你的命本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这么走的 所以他看出来你这个是这个命 明白了吗 如果像有人修心修的好的 他把命可以改掉 你就看不出来了 明白了吗 我就放 除了放生之外就 我就 你不行啊 要念经的 要许愿的 嗯 许愿放生念经 是我们心灵法文的三大法宝 非常好的 好的 好吧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 嗯 还有啊 你不要太凶啊 因为你这个人对人家很忠心 对人家很好 但是一旦人家富了你之后 啊 你报复心太强啊 小伙子啊 对不对啊 我的运 我的事业 因为 你身体是呀 81年的 81年 哎呀 嗯 一直没起身 对 这鸡根本爬不上去 在小山坡的下面 嗯 两个鸡腿拼命往上跑 跑跑跑跑跑到这个地方 又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呢 又人家翅膀没有摔伤 听得懂吗 又跑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这个地方 又掉下来了 两个翅膀一弄又不会 你去看机好了 你会把他赶到房顶上 你把他一弄往上跳的时候 他不会受伤的 他两个翅膀 所以你有 应该说你经常比较幸运 避开的一些灾难 好像 突然之间有人保护你一样的 对 对对对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跟别人 男士们喜欢打架 总是对方受伤 我从来都不受伤 不管他是练 拳机念什么也好 总是他受伤 你不一样啊 你 你有鸡爪子 鸡翅膀 明白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 会很好的 你今天跟台长认识的 你好好念经 我告诉你 就有救了 否则我告诉你 一辈子苦力的干活 哈哈哈哈 到了晚年 是死了死了 你干嘛 哈哈 听得懂啊 改变自己 提起来去去 好不好 有 你在三年之后 大概有四年时间 非常走运 看你自己抓的都抓不住了 你可能会做个小老板 做个小生意 在法国在中国 说什么 18亿的鸡 哎呀 看看这个鸡 废法国还是废中国 哎呀 看看啊 废法国废中国 哎呀 你早有这个想法 想再把法国的 不晓得跟中国的什么东西 卖到法国来 要把法国东西 卖到中国去 想做点小贸易 告诉大家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没有这个运气吗 我告诉你了 三年之后有啊 你好好念经 说不定一年 两年之后就有了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运气要靠自己创造的 要做善事啊 要帮助人家的 我我放生了 放生 当然放生够的 要念经 好好的 明白了吗 对人家好 要念经 要许愿 不许吃活的海鲜 我不吃不吃 许愿 好不好 你想以后做点小老板 你绝对做得到的 我告诉你啊 钱不赚太多 弄个几百万 我看没问题 开心了 不不了 如果以后有的话 要做整个要布施的 明白吗 他庙里去 或者印点书 把台长这些书 告诉人家 让人家个个更好一点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不要有钱了之后 吃喝嫖毒啊 我告诉你 可以把你这些好的福德 全部收走的 明白了吗 过去干过坏事 你知道吗 我干过坏事 没有啊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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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成功 我可以把什么戏都给你讲 老实一点吧 Sit down please 好啦 实际上没有什么坏事 就是跟人家 背后弄人家了 给人家打架了 这种东西 他很容易给你打架的嘛 他就会动动 换脑进去 怎么弄人家 别人对我不好 我就 对啦 你报复嘛 人家对你不好 你也不能报复的嘛 这也是坏事情啊 听得懂吗 我不解释麻烦了 你老婆以为 做完女人了 对不对啊 女朋友的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同修 同修啊 我把她叫过来的 谈了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 舞台长的毛病是乱点的 杨洪 哈哈哈哈 我认识 他让你认识 就是说你的那个女朋友现在不在 在中国 在中国 那我就警告你了 以后上面有 当心点啊 过去有过这些人 啊 啊 那你会当女朋友 马上帮你解围啊 你看不是的 我就警告你以后 女色方面 跟我当心点 马上发展 老实一点啊 你以为自己 Handsome Boy 呵呵 台南过去 不知道比你还生多少 可以 我也没这种坏事啊 要客气的啊 明白了吗 小鬼子啊 哈哈 就听你怪了 哈哈 啊 好啦 啊 啊 啊